腾讯体育室 北京时间9月翻运 波士顿红瓦和芝加哥白瓦的四连战继续在芝加哥进行 面对本赛季战绩不佳的对手红瓦本场比赛打击逼迷 全场比赛全队仅有5只安打一分为得 而先发投手约翰逊尽投 一点一局就被打爆下场 5名上场的投手4人丢分 而白瓦的帕尔塔和安德森都各自轰出了本雷打 先发投手希尔茨6局50分拿到上头 白瓦最终8比0完封红瓦 拿下双方的这个系列散 数据亮点 红瓦全场5只安打 其中博加斯、马丁内斯各抽出两只 4次的点圈机会没有任何安打 白瓦全场15只安打 其中迪姆安德森单场三只长打 帕尔塔轰出个人赛季第28本雷打 先发投手希尔茨6局6次三战50分拿下赛季个人第6胜 比赛进程 第一局上博加斯和马丁内斯的保送六红瓦攻战一 二来 克西努涅兹中外也凭飞球被揭杀浪费了得分机会 第一局下安德森被洋全炮了白瓦率先取的领先 此后大卫森的安打和隆东的保送攻战一 二来 史密斯适时的安打扩道领先优势 第二局上斯维哈特安打后到上二来 克西布拉格里的二来方向滚地球被封杀 第二局下恩格尔 拉马尔雷连续安打攻战一 二来 大卫森二来安 打将两位队友送回本磊 第三局上莫兰的雪刀刺坏球保送 但队友并没有攻上的点圈 第三局下的点圈 有人的情况下恩格尔的安打攻下球队第五分 第四局上两出局后霍尔特出深球保送 第四局下帕尔卡一坏领好的情况下撬出本磊打 结果裁判认定是最爱本磊打 但此后在满球数的情况下 还是敲出了阳春炮 第五局上伯加斯安打后成功倒上二来 克西莫兰德遭到了三阵 第五局下一 三类有人的情况下拉玛二雷的敲出了一类 强向滚地球被封杀 第六局上马丁内斯敲出安打后 努涅斯敲出了双杀打结束了进攻 第六局下在三类有人的情况下奎瓦斯的爆头在白送对手一分 第七局上红瓦达者被白瓦投手压制的三上三下 第七局下在二三类一出局的情况下白瓦达者连续被三阵出局 第八局上红瓦队依然没有打者能够上雷 第八局下个点圈 有人的情况下双切斯的安打将地分开显成8比0 第九局上马丁内斯的安打和霍尔特的保送攻战一 二类斯维哈特本雷后方的小肥球被杰杀结束了最后的反攻 双方首发 红瓦 第一棒有外野手穆奇贝斯第二棒 牛基手赞德伯加斯第三棒 一类手米奇莫兰德第四棒 左外野手借低马丁内斯第五棒 三类手爱德华多努涅兹 第六棒 二类手伊恩金斯勒第七棒 二类手布洛克霍尔特第八棒 三类手布雷克斯维哈特第九棒 中外野手杰基布拉德里白瓦 第一棒有外野手莱恩拉马尔雷第二棒 牛基手蒂姆安德森第三棒 一类手马克大卫森第四棒 左外野手丹尼尔帕尔塔第五棒 指定打击和赛龙东第六棒 捕手科法史密斯第七棒 二类手由安蒙卡达第八棒 卡洛斯桑切斯第九棒 中外野手亚当恩格尔 下场展望 波士顿红瓦将从北京时间9月4月 开始客场迎来和亚特兰大勇士的三联战 首场比赛球队将派出那三月瓦尔的先发 这一场比赛因与他只投了两局丢掉三分 自从8月4日以后 他还没有拿到过任何胜头 过去三场先发丢掉了13分 其中是2分4则 牛士则是派出了托奇托三特先发 上一场面对麦埃密码淋于六局紧丢一分 对阵红瓦将是他大联盟生涯第二场先发 陈辉 好吗